大家好,我們來的嘉賓就是《賀愛雜誌》的主編鄧永勇,你好 大家好,我是Niko 其實也有些冒昧想談一個很遙遠的題目,純文學我又不認識的 但是我們上次見面是一個鄧小華的事務,說我僅有識的文學金融的作品 之後我見他也找你談過《笑傲江湖》,這也是我很喜歡的作品 我想跟你談多一點,深入一點,《笑傲江湖》和現實政治之間的關係 其實以你的角度,這是一個文學作品,還是一個政治語言? 我想他兩樣都是,其實他當時寫的時候,金融寫的時候 都是,都很覺得他用《夜月神教》或者《任務行》 這些很阻攔閃或者這些角色去諷刺當時毛澤東的一些政治的背景 中國整個當時中共的文化,就是很推上一種個人崇拜 就是透過《魔教》或者《夜月神教》去表現這件事 但是他用《魔俄小說》的形式去諷刺整個背景 所以其實他兩個合意都有 你再看看他的比喻,譬如說《夜月神教》、《任務行》 現在你覺得是否更新? 看看現在的政權或者現在的政權 這些拍馬屁的事情,我想其實就是 或者口號式的事情,可能在今天就未必是這麼明顯的 以前就說到所謂的中共的文宣,都很喜歡用口號 但是今天就可能未必是這麼明顯的 就是說我講一兩句說話,就去拍別人的馬屁 而是說我們去做很多一些政治的操作 或者是一些行為,其實去阿微奉承的這件事 自古都有的了,到今天都很明顯可以看到 在香港這種情況都是有的 即是他這個《日月神教》,之後在《六頂記》有這個《神龍教》 都是有很多儀式 以及都好像進入了之後就出不回來 有很多的禁忌,或者拍一顆院之後就被控制了 其實這個這樣的做法,是不是都在影視某些現實的組織呢? 嗯,是啊,我覺得其實都很明顯的 就是他怎樣控制你,譬如你說的《六頂記》就是那些《三思老神丹》 我不記得是這個名字了 譬如你說的《天龍八寶》,你也很熟悉,《天龍八寶》 譬如《靈奏宮》裡面,他會眾生死父 其實他就是要控制你的話,就好像就是要令到你把柄 或者令到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所以他才可以全面地控制你 這個就是一種很表面的,或者叫做很直接的 就是說,我拿了你一些把柄 那你就要聽我說,你就要服從我 那就令到他可能是一個所謂正道的人物 都要走向邪教,向邪教屈服 《四項江湖》裡面有幾個本身是很脫俗的角色,隱士 就是琴其書畫、黑白紙、黃中公他們 到最後他們都沒有那麼善終 亦都是享受了20年之後 最後都是為這個組織也要犧牲的 其實這些人物,你覺得是不是在金融那個時代已經有很多呢 就是他看到很多跟他那輩的文人 可能是因為種種原因,就進入了政治的漩渦 可能是連笑無知,或者曾經有理想什麼都好 但是去到那時候,都是走不出來的 其實你覺得這個中間那個影射的作用 有多明顯呢? 他只差了還沒開名字 如果你這麼說 其實我想金融也有看到的就是 當時他寫武漢小說的背景是67年代 的確其實他們那時候 我也很直接這麼說,他們在香港面對著很多 所謂的中共的滲透 尤其是在那個年代 甚至乎聽鄭政行說 其實他寫《蕭奧江湖》這本小說的時候 其實是說有中共的人想去寫一本這樣的小說 用來做一些統戰的工作 那金融收了這個命令之後呢 就當然在他的筆下 他就寫了一個完全是相反的東西出來 所以蕭奧江湖其實一開始 其實是在中國禁書來的 那他說其實要改名 把令狐充改到另一個主角名 那本書才可以在大陸那裡出版的 那當然現在後期 就是大家都看到就是 金融都被統戰了 那所以蕭奧江湖 才可以正式在大陸那裡再出版 那如果你說說譬如 就是黑白紙、黃忠公那些 你會看到除了他很曖昧的 或者很隱悔的去寫那種政治行業之外 其實更多他會放在 即是在文學角度 他放在那種慾望的書寫 其實如果我們撇開一些 政治、現實政治的考慮的話 其實整本蕭奧江湖其實就是 在說每個人面對權力的慾望也好 或者是個人興趣的慾望也好 那他們怎樣去作出一個選擇 那很多時候就是見到就是 他們所謂正派也好 魔教也好 面對這些慾望的時候 其實他們都是把持不到的 他們都會跪下來的 那這一點就是 剛才說的就是說 如果我們很明顯就是 我種一個生死符或者給你一些毒藥 直接控制你之外 其實第二件事就是 我怎樣用一些慾望去理由你 來控制你 這樣 那這個就是 剛才你說的 譬如說用黑白紙黃忠公 他們去做一個例子的話 可以看到這個層面的含意 如果你說日月神教整個設定 好像某個組織 而日月神教整個設定 而日月神教那種很霸氣 但也很有魅力的作風 又好像某個領導人的話 那在政教那邊又怎樣看呢 譬如說惡不群 即是名門正派 但後來就走火入魔 其實是否當時香港也有很多這些例子 如果整件事去看就是 去諷刺某個組織的話 日月神教很明顯就代表了 或者是除了任魔行之後 對於東方不敗的崇拜 那都是表現了當時某一些 金融所看不過眼的一些 某些政治上的行為 而你說政派人士呢 那譬如 惡不群 惡不群就 比 還有阻攬閃 我想阻攬閃更加好說一些 其實你要看到 他用那些所謂政派 但是他們所 他們的行為 他們用的手段 他們想統一這個所謂五惡劍派的一些 這樣的 慾望或者野心 其實 某程度 對於讀者來說 我們看下去 其實他們 比邪教 或者比魔教 所做的行為 更加殘忍 或者缺聲 那 首先就是 其實我們覺得 魔教 或者整個 蕭浩江湖 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 魔教裡面 原來有些人 其實我們是所謂 合意的心 比起政派的一些 人 所做的行為 是更加 令人敬佩的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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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政鋒和 曲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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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生相救 然後 在政派裡面 又有一些 阻攔事 好像惡不群人 這些人 他們所做的行為 又完全清不上 一個合意的行為 那你會看到 究竟在一個 所謂的江湖裡面 正非正 邪非邪 究竟哪一個人 才是 那就是整本書 他想表達的東西 那就是說 就是 當然最有趣 我覺得還有就是 臥底這件事 其實 好像露得樂 那些 那你會看到 整件事就是說 為了 不同的人 或者不同的人 為了慾望 他們究竟會 做些什麼行為出來 去達成他們的慾望 有些人是不擇手段的 但是有些人 都是會 先著重合意的 就是說 曲洋 和劉政鋒的慾望 也有 就是彈琴 但是彈琴其實 無雙大壓 就是無雙大壓 就是無雙大壓 沒有分證邪之分 但是就會 被人拿來 做一些藉口 去攻擊 甚至殘殺 那 在這方面 就是 如果 很簡單 就是 劉政鋒當時 金盤仔修 被 松山派去圍攻的時候 他就攻曲洋出來 他跪下 那就沒事了 但是他就不是 我就是死 我也是 要幫曲洋 他就說是滋陰人 那 這個就是 我們在一些 欲望 面對欲望的選擇的時候 我們可不可以堅持自己的初心呢 還是我們 就這樣就可以跪下呢 在不同的 小說情節裡 都有不同的選擇 尤其是 就是 令狐聰 其實令狐聰 其實令狐聰 他面對很多次的選擇 譬如說 就是 後面 又沒有多次招待 日月神教 又給他一個什麼什麼什麼掌門 去做 但是他最後 其實是一一拒絕的 那麼 這一方 在這個層次裡 你就會看到 就是 其實 或者這樣說 人性 去面對一個大環境 一個 或者欲望的理由的時候 我們可不可以 真的可以做到 堅持自己的初心 那樣東西 或者是用一個 合意 或者良心 人意 去做一個 最前面的選擇 關於令狐聰入神教這個故事 其實我覺得那個隱喻是很精彩的 就是裡面 特別是說他也曾經掙扎過 他本身又不是那些 每一刻都是只說原則的人 就是說如果當時他不是堅強逼他 而是有好言相勸 然後他有無可不可的性格 可能已經入了 那其實回想一下 如果你說日月神教是借代某個組織 那麼他入教 跟現在香港某些人 可能是被招臨 入某個組織 那個爭扎 可能是差不多 就是究竟你是威逼 還是理由 你入我們 然後就有個位置 然後就可以選 諸如此類 還是我們現在拯救國家 所以你入 其實可能有些不同 令狐聰的故事就是說 如果他用錯過的方法 他就不受了 但原來那時候有無可行 如果不是這樣逼他的話 說不定他已經入了 那這個是不是顯示到 其實人性也是很立體 沒有東西是絕對一個很硬性的 我想是 也是笑我江湖成的主子 就是這個 剛才你提到 怎樣引誘他入神教 其實 某程度 如果你這樣說 我覺得令狐聰 你混了任盈盈 你某程度 其實已經半隻腳是女性 那樣的 甚至 那樣東西就是 如果 應該是說 如果 任何行 他不是去到後期 這麼瘋 他很喜歡 這些 比東方不拔 這麼甚的 一種個人崇拜 令到令狐聰覺得很噁心 的 那樣的接觸 其實令狐聰 是真的可以進去 任何時間都不頂 而另一方面 就是我們可以見到 正派的方便 其實 用一種什麼的方法 去拉攏令狐聰 因為整件事就是 大家都不想令狐聰 正派的角度 他就不想令狐聰 加入營船教 因為那時候營船教 就很厲害 正派就是靠方丈 就是少林的方丈 還有 沖虎道長 去拉攏令狐聰 那沖虎其實 就很 其實我覺得 非常之成本書裡面 最古惑 或者最老奸具的角色 就是 其實 每一次 有什麼大事 他都是派幾個人出來 那就是 一把口吹 就是 他好像當時 叫令狐聰 就是 首先就是 我覺得你 都沒有什麼做錯 行為 都不是說 好像坊間那樣 離經半道 你都是一個合議的人 他得到一個長輩的認同 才是令狐聰 那第二 就是說 他很說明 就是 送了這個 逆根經給他練 那當然 令狐聰是拒絕了的 但是後期 透過一些古惑的方法 就騙了令狐聰練 逆根經 但是透過逆根經 就是 告訴令狐聰 就是 吸聲大法 是一個非常之陰毒的功夫 某程度 就令狐聰 令狐聰更加知道 日月神教的一些不好的事情 第三 就是說 其實他當時哄的 就是 他和我北群都是朋友 就是 我北群都會敬 衝虛道長幾分 如果你肯的話 我就叫我北群收回去 做徒弟 那這件事就正正 督中了令狐聰最想要的 那當然 其實大家都知道 後面其實 都是 衝虛說 叫他引致 進去華山派 這件事其實都沒有發生 但是因為這幾件事 就是衝虛去 一邊哄寧 令狐聰 在一個一拉一推的關係之下 就比較傾向了 所謂的正派那邊 就沒有真的進去邪教那裡 那你會見到就是 究竟整件事 擺在那裡 就是所謂的碎盒的重要性 沈卿都很熟三角的 你知道 說錯一句話 或者說對一句話 其實是會影響一個人的 很多決定 就是在這些事件上可以看到 在寧狐聰的整個故事裡面 其實他 是否可以這樣說 他沒有什麼政治理念 就是他 不是一個想做某些事 或者堅決不肯做某些事的人 他有一個大是大非的評論 但是你再問心一點點 究竟怎樣可以做到江湖 跌著好一點 怎樣可以做到萬民 就是他會不會回答 他不會回答 他不會回答 他基本上就是一個 就是由小說一開始 就是他喜歡喝酒的年輕人 但是他就很尊重長輩 就是其實 或者是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小時候很喜歡看 很喜歡會喜歡 力回創疾 他很放蕩不羈 受這個社會的道德規範 他會用自己的一把尺 就是他會覺得田伯江 可以和他做朋友 因為他一開始不夠 他打 田伯江真的沒有殺他 這個人也有點 但是其實他內心 就是一個最傳統的年輕人 大過了你就會看到 其實他真的很尊私中道 你看到奧北群這樣對他 整個華三派都秒他 甚至懷疑他 他殺了六大友的時候 他都跟著一起走 他會覺得我不是的 我冤枉的 但是師父一時不會 他會為很多所謂的長輩 或者尊重的人去找很多藉口 去說服自己 而其實 你可以說他的道德那條線 是很緊的 當然他的道德 就不是那種正派 或者邪派之間的道德 而是作為一個人的道德 那 這件事 其實你看到他一路去成長 在江湖發展的時候 其實他沒有一個目標 他不是說要幫華山 劍中氣中 爭一口氣 沒有這些東西 五幕劍派統一 其實他也沒有政治立場 那他純粹就是 主角光環地去練神功 然後有什麼危急的時候 就打贏了些人 那他就變了 其實你某程度 他就會 當他練成了神功 就是賭狗劍的時候 你會看到 就是 正派那幫人就會更加 或者甚至乎 他跟逸越神教 建立了某一種關係之後 正派的人就會開始想 利用他 或者拉攏他入營 那當然在任何行的立場 都想拉攏他 那他就變成了 好像一個可以左右了 整個那時候的江湖大局 其中一個很關鍵的人 但你問他自己 你也說 他其實就是 最想就是 不要搞我了 沒什麼事 如果北群可以收回我 做徒弟的話 那就最好了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一個年輕人的故事 嗯 有一段是說過 他說 如果左冷閃要合併 這個五樂劍派 是一件這麼正的事 為什麼要做得這麼 陰質呢 為什麼要這麼多陰謀鬼記呢 這是一個很有邏輯的推論 換句話說 如果左冷閃真的很認真地做 大張旗鼓 不玩陰謀鬼記 其實他又不太反感 其實如果用這個比喻 拼派是否有些時間是一個大台呢 就是坊間 很多門派 跟著有 整個大台出來 有些人又不妥 跟著又 之後又 行山派 他又做掌門 又一個小門派 其實有沒有一種這樣的借代 是不是這樣我們會容易明白呢 這樣去比喻的話 我覺得是挺有趣的一個看法 每一個門派 如果是一個台 如果這個台要被人收拼的時候 那一定會有很多 可能中間有很多大家的矛盾 例如你又不夠左膠 我又不夠激進 而左冷閃其實他用了一個 就是我高壓的方法 或者是 你不聽我說 我就滅了你的門派 或者是 我就想一些詭計 去收拼你的弟子 或者門人 其實他不是說滅 就是他攪拼泰山派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他用了很多上一輩的人 去對付他們的泰山派掌門 令到他交出那個領牌 那如果你說五幕劍派要長時間 即是有所謂的事 他不是用一些權謀或血色的手段去談的話 那最後是否可以真的做到一個 五幕劍派的大台出來呢 那我也覺得 未必是這麼容易的事 因為其實你看到他當時面對那些人 即是惡不群就奸到無論 那其他人其實都有自己 門派的一些理念 那 那 是不是真的可以用一種 大家坐下來談 現在 面對一個魔教的入侵 那是不是可以拼了一個派 那我想他可以做到同盟 但是如果你說要合成一個五幕劍派一派的話 那很簡單 其實左岸線都是怕 那誰做大哥 誰做掌門 那一定是最好打那個 那你說他是不是真的最好打 他有還賣的嘛 那但是你說整個組織最大來說 其實松山派的動員能力 啊 人才資源 都是最厲害的 相對於其他門派 相對於其他四個門派 那但是四個門派的人 就是不聽你說 不喜歡埋堆 不喜歡under你之旗 那他就唯有用這些這樣的方法 去逐個搞到你殘 搞到你散了 那他才是逐個拼 那 under一個大台 那這個是左岸線的慾望來的 他其實他想統一五幕劍派之後 那個慾望就是他要挑戰少林和武當 那他就是爭想做正派的一哥 所以是我們之前說的那些武林民主那些 那因為五幕劍派本身是很 相對的小的門派來的 就是說華山啊 五個散開的時候是小的門派 合成一個就會是大門派來的 那你見到就是 這個是左岸線他想達成的一個野心 那是面對其他門派 其實在門派的人都不是這樣想的 因為除了惡北群 惡北群他自己 其實也想有五幕劍派 但是他想自己做大佬 那但是在兩個恆山和泰山 其實他們也不太想來這件事 在整個故事裡面 就是面面上最叫正派的角色就是小林和武當 但是剛剛你提到的環境 這兩位掌門都是供應一些個人的興趣 就是他們所做的事情 就是確保自己門派可以 然後其他人不可以追上來 其實他們暗中這麼反對拼派 都是有另一個計算的 但是這些就不會講到明白了 是啊,這個我覺得是金融最聰明的地方 尤其是沖虛道長的武當派 他和日月神派之間的仇恨其實很大 就是說八十年前 有些日月神教的人 武當派打了一場 就偷走了他把劍和太極拳經 其實沖虛自己也說 其實每一代掌門的責任 都是要去拿回這把劍頭這個經 但是因為黑木崖手衛太心嚴了 每次派人去都被人打走 然後他就是看到今次 為什麼他這麼想拉攏寧胡聰 就是他看到他和日月神教的關係 他是有機會透過這次衝突 可以達成他自己本身的經濟 就是說我可以怎樣拿回 尤其是拿回這把劍和這把拳經 所以其實他是 你看到他前期五岳劍派 打到這麼瘋狂 用這麼瘋狂的手法 去震立其他門派的時候 他作為一個正派的武林泰斗 就是一個話事人或者大佬 他沒有說過那句話 沒有出來主持過公道 或者說我沒有幫太山派的人 去說這些話 他就任由左眼前去壯大 其實他就是想 開頭可能就是想透過左眼前 或者五岳劍派這件事 去制衡日月神教 但是當令狐聰出現的時候 他就覺得令狐聰更容易 更容易達到他的目的 他只要利用令狐聰就可以做到這些事情了 你會看到其實整件事就是 所謂的正派 所謂的充虛道長 武當長門 這個這麼偉高權重的人 其實他自己也有他的慾望 或者他的野心 就是他想做到的一些目的 那方丈 即是方正大使 我又覺得 沒有那麼什麼 可能他都留一手 在金庸 覺得出街的人都是傻傻的 衝虛叫方丈大 送一本《易根經》給令狐聰練 他就這樣送 他是很深的 但問題是 《易根經》我少林派的一個秘學 就說透過一個武當派的人叫我建議 我就很有心地給他練 當然你說他也是拉攏令狐聰的方法 方丈就比較好些 就是說 我也是不想江湖有一場 聲音風血雨 不如就 你搞定令狐聰就算了 這樣 就會可能 好心一點 在少爺不止的立場 但是你說武當派中虛 我覺得其實 他都很陰濕的 但是 或者當然 他用一個很好的說法 或者是很好的包裝 令到大家都覺得 這件事 對令狐聰來說 就是我都會聽你說的 還有你說的手法 最後來 正派這邊 是想靈活衝過去做針 然後還要一窩熟 攬炒整個高層 所以他們都炸散了 其實那個手段 也是很麻煩的 我想天真了一點 這樣說 如果你說最有 最搞笑的 我覺得整件事就是 任何人去打恆山派的時候 然後 全部 所有人都去幫忙 說要去支援恆山派 幫令狐聰那些 但是你看到就是 小說裡面 我記得好像就是寫 沖虞道長是帶了六個人去 然後 你說笑 我怕那些十八童年 都出了 全部都是談了自己 所有的弟子去 那麼 沖虞就說 我帶了六個人來 那兩個人是 煮飯 搬運 但是最重要是什麼 他帶了二萬斤炸藥過去 他就說 有什麼事呢 我們就在這裡 炸了山去 跟我們一起死 但是令狐聰就說 哇 這樣二萬斤炸藥 炸了山其實真的是攬炒的 然後連任人 他喜歡那些人都會死掉 那你就看到 其實整件事就是 那個 沖虞的陰濕位 就是說 喂你們全部人都去了 那些名門正派也好 邪派也好 都去了 那我把你們最厲害的那些人炸死了 那他一個人要走用不義 他按個掣那個人來的 那你看到沖虞的樣子就是 如果你們去的陰謀是成功的話 那整個江湖就是 武當派最厲害的 因為他六個人都死了 那他還有最厲害的那些人 都還在自己武當派裡面 但是其他門派就死了 那你會看到這件事就是 我不知道金融為什麼會這樣寫 其實很明顯 其實他都是想 不是說明顯的 就是隱藏了這件事 就是所謂我們很講的方丈 或者是充虛這些這麼正派的人 就是不是左眼閃 他裡面其實都有一層心計 或者是一些奸計在裡面 你看完整套書 你覺得結論 對大家有什麼啟示 就是很難分正邪 大家都是有不同的處理手法 但是我們要學到的東西 或者他想我們加到什麼訊息 我就不差一個金融想說 我自己的獨候感就是 就是在現階段 因為我小時候讀就不同 小時候覺得這些武功很有型 好像寧胡聰一樣 可以笑我江湖 就最好 其實你可以退隱 就不管這些是非 那就OK了 但是你長大了就會覺得 正如隨黑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你根本就逃離不了這些是非 或者這些權力的鬥爭 甚至乎是一些個人欲望的選擇 而我想整個啟發就是 大家不要這麼天真地覺得 善就一定有善報 而是說我們做每一個選擇的時候 就是我們是不是 所有事情都要去問那個成敗呢 首先就是利益先 還是說我們去想 我們做的事情是對還是錯呢 就是每一次的選擇 每一次的決斷 每一定的行為 做這個選擇的時候 我們究竟是為了贏呢 還是為了輸呢 就是去判斷輸贏呢 還是判斷這件事是對與錯呢 那這個就是我覺得 如果我們是先論對錯的話 那就可以 起碼自己可以心安理得去行 就算可能我最後失敗的 不要緊要 但是我做了一個對的決定 那我就問心無愧 但是如果我為了贏 我可以不擇手段的話 那但是可能你真的贏了 但是你其實那個人 是不是會變成好像阻攬潮那樣呢 還是會變成入我行那樣呢 又令到慾望而令到你盲目呢 盲這件事其實都是 少奧江湖裡面很大的一個象徵 就是最後為何要刺眼 就是因為他為了慾望和權力而盲目了 其實都寫得很明白 那我會覺得這個最大啟示 就是我們好像令狐聰一樣 我做每一個決定都可以問身無貴 其實就已經可以少奧江湖了 就不是說我退隱了之後 離開這些是非 我就少奧江湖了 我看完 特別現在這個年紀 我印象最深的是 原來裡面很多人都很想 退休 退隱 不工作 但是身後有幾 這個是隨著我自己年紀越來越大 那個感受越來越深 譬如說 你見到這個恆山掌門 莫大先生那樣 就是他門派最強的那個 又不可以不做 譬如你看到這個恆山另外就是 呂樓的定閒師太 他也是武功很高 而且他又捉不出戶 一個CD-ROM 就是任何彈散的名字 他又會認識 你不會感覺到他很想爭拳 但是坐到那個位置又不可以不做 甚至是向敏天那些 好像很囂張很豁達 但是他也沒有那種一統天下的野心 但是去到那個位置 他要把人出來 不可以提到那些黃忠公和白紙 那些 他只是想哭其書 其實整本書 我會感覺到極多個高人 都是心不由己的 其實都想去忍的 不要那麼煩 江湖空險 也是知道的 但是因為種種原因 就退不了 而且下場也不太好 這個就是我看完 每次看都有更深的印象 其實見到就是 你沒辦法真正地退忍 或者做一個人 或者當你踏入了江湖之後 有所謂江湖 就是有是非政治鬥爭的圈子裡面 其實你就必定會被這個圈子的野 去牽引住你的人生的發展 那是無奈的 正如你怎樣 除了你死那一刻 你才可以真的退下來 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每一刻都要做這些 所謂無奈的事 但是再無奈的選擇 你都會有一個基準去做這個判決的 那你這個基準究竟是建基於什麼呢 建基於你的利益 還是建基於你的良心 所謂合意的事情 還是其他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如果你可以所謂我們不忘初衷 好像令狐冲一樣 一路就是說 我自己有一個對世界的看法 就算面對任何威迫理由 我都可以堅守我自己心中的這一把尺的話 那就可以做合 所謂合意精神就是這件事 或者我們看網絡小說整件事 給我們的啟發 不是說贏正邪之間這麼簡單的一個 就是《小學光》的那本書 不是說正邪之間很簡單的一個對決 而是說我們究竟 無論我本身一出來是正派的人 或者是我一出來已經是一個魔教的人 我如果有一把這樣的尺的時候 其實我都不枉合意兩個字 我一曲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邪怕出身 但是其實他有一個合意的心 所以在金融後期的小說 我覺得越來越多是混合了正派邪派的一些認識 前期就很黑白分明 就是那些完成字 後期也說韋小寶或者是令狐冲 或者是有很多這些介乎兩者之間的角色 我想更加接近香港那個我們見慣這一個人 所以我想大家現在的大時代 重玩這本書 應該看完都會有很多事情想到 嗯 看小說 看舊版 更開心 看新版 應該是 新版你有看過嗎? 沈兄 有看過嗎? 你覺得最頂不住的是哪一種? 如果我小寶公和我反而是可以的 回到天龍白寶有很多事情我都接受不了 新版天龍是有點過份的 就是他多很多考慮 但是那個痕跡太深了 譬如說他將後來那個浴洞才止 然後又會弄爛 這些就有少少叫做過由不及 有時候我也不知道我們小時候看先入為主 還是怎樣 所以我也覺得舊版是開心一點的 如果你說建議讀者看的話 我也覺得看舊版可能會開心一點 閱讀過程會樂趣多一點 我沒有記錯他少少江湖第一版和第二版中間 其中一個改動就是 這個莫大先生沒有死 後來在他結婚那一天 就拉一首歌 就代表了他沒有在那個山洞那裡死 其實這個也是首尾呼應的宗旨 他也是一個想隱居的人 後來那一場災劫也死不去 還可以生空歐 但是大家都知道他死了 那就真的可以少江湖了 其實我覺得這一類的結 就是改得漂亮 但是通常改新版就覺得漂亮 是真的不多 是真的不多 就這樣吧 如果是新版和舊版之間的分別 好 我們有機會又說說第二版 今次就很感謝你的時間 不要客氣 謝謝你邀請 不要客氣 我們有緣再談 打擾了 好請客 拜拜 拜拜 бол 歡迎 прек 等一下 呃